周一美股下挫,苹果股价下跌压制了整个科技股 在罗森布拉特证券的一位分析师将苹果的评级从中性下调为卖出后 其股价下跌超过2% 该分析师表示,由于苹果iPhone的销量减少及其其他产品的增长放缓 该股票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面临根本性的恶化 不仅是苹果,其他科技股如NetApp和占博网络的股价也相应下跌 此外,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本周进行的讲话备受投资者关注 鲍威尔将在美国国会发表半年一度的证词 届时将提供近期货币政策前景的进一步线索 30日联金融集团分析师在一份研报当中表示 仍预计美联储会在本月降息25个基点 就业增长的整体趋势仍在走软 不过,基于较大幅度降息所带来的下行风险已经减轻 短线美元应该会继续走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